修行人遇到美女该看还是不该看? 有人问,修行人碰到美女,是看还是不看? 最好是不要看,或者少看。 看多了,引起淫欲,乱了道心。 所以,还是眼不现,心不烦。 而有时是不得已,必然要接触,不得不看,那怎么办? 那就得学会如何看美女。 看美女,一般人,眼里只有美女,而忘了自己。 而修行人则不同,看美女,既看到美女,更看到自己。 而重点在后者,看住自己。 看住自己在面对美女时,身心有何变化? 是否引起欲望? 看住欲望如何升起,如何消灭。 客观的观照,保持距离,而不卷入其中。 如此欲望自生,自灭,本事无常,自会幻灭。 观照功夫熟悉了,这个欲望对你的牵引力就越来越弱, 你不再受其牵制。 这时,欲望就可有可无。 于是,就钱脆断了。 进一步,看到美女,欲望一起,当下察觉,当下就放下了。 就能降服欲念了。 再进一步,欲念,就懒得升起了。 所以这时就是看住美女,看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 美女是漂亮。 而欲念不起,看了,又何惧之有? 对爱情,我只说三句,付出不求回报就是幸福,受伤乃是恩赐, 西元无论善缘还是恶缘。 对隐喻,我有两个法门,观照法门和炼精化气法门。 爱不众不生缩婆,爱欲是生死轮回之根本。 也是修行人最大的障碍。 任何真修行人,都必须过这关。 什么是真爱? 如果你内心有真爱,有完全的爱。 你不会去占有你的伴侣,不会害怕她的离去, 无论她是对你好,还是不好,无论是留下,还是离去。 爱,爱她的留下,也爱她的离去。 爱她对你的好,也爱她对你的不好。 你的心如果有真爱,就从不会被动摇, 不会有恨,也不会害怕。 反之,如果你的心,害怕她离去,恨她对你不好。 那不是爱,只是贪贪别人对你的爱。 而你爱的其实只是自己。 所谓的爱,只是个动听的借口。 付出就是幸福。 幸福在你付出时,而不是在获得回报时。 没有企图的付出,好比父母的爱, 无论如何的回报,恩情都是报答不完的。 因为那是一种真爱,不是用报答可以衡量和长孩的。 而如果能体会付出就是幸福, 莫有付出念头,莫有回报的企图, 甚至向受益者说,谢谢,谢谢你给我付出的机会。 心就清静自在了。 对因付出莫有回报而抱怨的人来讲, 请跟伤害你的人说谢谢吧。 当他在地狱里受苦, 你却在天堂中享福。 他是你最应该感谢的人。 善恶相承, 极恶之事, 毕生大善之人。 因此恶事, 成其功德。 而其最应感谢的正是这极恶之人。 淫欲, 是一切邪恶的根源, 一切束缚的根源。 因为淫欲, 而有妻子家事, 于是被家所束缚。 因为淫欲, 而犯下重重过错。 因为淫欲而生死纠缠, 六道轮回, 成类结怨亲债主, 不让你解脱。 对修行者来讲, 当断则断, 断性亦无, 进而转化这个能量成未转换色身的能量, 所以道家也说, 内有三宝, 精气神也。 这个精, 当然不是后天精虫的精。 淫欲是妄想, 是植柱, 是身后的轮回习气, 如何断淫呢? 当然法门很多, 可以采取持咒, 如, 送冷言咒, 念佛等以望之望的转化功夫。 也可以直接采用下面两种方式, 一是, 练精化气, 疏导精气。 二是, 观照自在, 欲念不生。 正常的人, 吃五股杂粮, 必有精气, 精气足而不能转化, 自然下降容易引动淫欲。 如果只是勉强地强迫自己回避女色, 压迫自己的欲望。 这些人, 只是表面的戒淫, 而其时前一时中淫欲更盛, 往往梦中却难以自控。 很多出家在家人, 长期不尽女色, 却难免梦中有淫念。 要戒淫, 好比大雨至水, 不是单纯的水来土掩, 勉强压抑, 而是必须有智慧去转化这个能量。 一旦欲念动了, 就已经失漏了, 精气转变未经重经液, 就莫有用了。 欲生则绝, 绝即空, 时尝试保持内心的空静, 而不是等欲念生起后再降服。 重在欲防, 欲念欲起则绝查, 一决则空, 空则降服妄念。 男性如果能坚持静坐每日一杠二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, 一个月甚至百日内不漏单不起淫念。 下身精气巨足, 小腹气足, 腿部有力不拖泥带水, 那个能量自然能润养百脉, 这就是长生不老药啊。 真正精气足的人, 往往淫念很淡薄, 正所谓, 精满不思淫。 那些自以为身体很好的人而从不节制淫欲的人, 往往就像一盏灯一样, 灭之前往往光明很盛, 一会就灭了。 明镜需要转发 完沙洋时代理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